上集给大家推荐的都是5块钱以内的签字笔 那么我们下集准备出场的呢 就是自动签 纸本 尺子 橡皮擦 和不到5块钱的钢笔 首先是点时DS570自动签 这款自动签签笔 笔声几乎是直接沿用上一期说过的DS0137暗动针管中性笔 有橄榄绿 保时蓝 豆沙粉 和天空蓝四个颜色 嗯 看上去的确十分养眼 因为笔感相同 所以超长的软胶笔握自然也得以继承 握持的手感依旧舒适 对比于中性笔款 笔头的部分呢 就换成了更长一些的金属笔头 不认得握持位置会有少许的变化空间 但是笔握足够长 所以影响不大 加上金属笔头带来的重心下降 书写的体验也更加稳固 笔头抓半式金属加三半式结构 其他的功能就没啥了 再找握感舒适的自动签 可以考虑一下 德里FA540缝线本 学生档笔记本大概是仅适于笔的耗材了 毕竟几乎每一个科目都要准备上几本 所以便宜 亮足的缝线本就是同位推荐的首选 硬卡纸的封面兼顾耐用 偶尔散一堵小选也不怕 在市面上缝线本有很多选择 这一次我们选到的是德里FA540系列 这个系列的内页呢 是米黄色纸张的 标准的横线格式 费多测试下能够hold住日常比类 自制液的容量也是足够一个科目 用上大半个学期了 那么其他的品牌 红线本都是大同小异 像出品啊 莲花啊等等的价格其实也差不多 买的话就看封面喜欢吧 剧门小夜曲变迁 之前一气一说了剧门文具 炸出了一大波隐藏粉丝 大家觉得即使剧门除了火焰随意圈外 他们的纸品也是门面担当 我们这一次推荐的是小夜曲 不不不不 这款小夜曲呢是便利贴 三乘四的尺寸 比一般3M654这个规格要略长 米黄的阴密颜色很柔和 尺质方面比3M的薄 用30多万出血的话 虽然背面会看到自己 但也不会被透 可以反复粘贴 作为日常使用的消耗品毫无问题 这个小夜曲系列还有很多样式可选 不喜欢米黄色的 还有白色款哦 另外要推荐的就是出品的偏牵贴了 不过和剧门的小夜曲相比 这款超大尺寸的 其实应该要叫背图贴 或者是纠错贴更为合适吧 内页的方可框呢 适合进行重点笔记和纠错 以及液体思路整理 可以说是学霸必备 学扎究竟 估计考虑到销售到港澳塔地区 所以内页默认文字采用的是繁体字 在使用的时候 大概需要花少许时间来适应一下 如果想我们测评一下出品文具的话 请刷个1吧 这次推荐中最有年代感的尺子 给你们3秒说出它的名字 对 它就是天使尺子 达伦的同学奖励 你可以用同桌的笔记即可 经典的透明有机玻璃尺身和红黑数字 想必大家从小就非常熟悉了 小天使的logo虽然抽象了点 不过很有辨识度 整体使用上其实没啥好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刻度是印刷在尺子的底部的 用久了 发生磨损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好在便宜 直接换个新的就行了 想要放进笔袋里的话 可以选小尺寸 长城高级绘图橡皮 都说蜻蜓橡皮强无敌 虽然说是这么说 但是羞涩的钱包被各种笔收刮一番之后 剩下的橡皮擦预算 我觉得还是能省则省吧 这款经典的长城橡皮擦 整体也是很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吧 作为塑料橡皮擦 它是能力的勉强合合 陌生的笔记会擦不干净 橡皮擦打开之后 这套很容易松开 但它的巨蟹效果非常不错 算是评价之下最大优点之一了 不到三毛钱一颗 你救济的话可以充一下 对了 记得别和上面的天使尺子放在一起哦 最后是小白点钢饼 开学文具推荐最最意外的收获 就是这款小白点钢饼了 所以我们各地专案们拿出来讲 全的它就是因为看到这一条评论 六块钱一只已经算非常便宜了对吧 但是 光我打开乘送软件 还发现更加便宜的 对 没错 你没有看错 就是四块钱一只 好了好了好了 记得过头了 这款钢饼分为民间和包间两种笔头 加上都有浅饼色的logo 不仔细看的话 好难发现 民间的笔尖上面有小白点的笔排名 包间的笔身会比民间更加纤细 两款的世界感受就是 包间的书写反馈会比民间更加明显 但不是挂纸的那种 你就是写起来会比民间要色 如果真的要入手的话 个人推荐民间 但毕竟这款钢饼主体只要4块5 而且还送6只墨囊 无敌的性价比 入股两只玩玩还是可以的 喵喵 看中哪一款呢 评论留言告诉同妹吧 下期的文番将你们拿来特别版 同样是周六更新哦 我是你们的同妹 下期见